近日網上流傳一段車cam 影片 一部客貨車在行駛途中 前方突然飛來巨型紙板垃圾 並覆蓋車前的擋風玻璃 此時中線本來後退的一部私家車趕上 車內的好心司機將私家車靠近 希望出售將客貨車前的垃圾拉開 不過當時兩車除了非常接近 還有些左搖右擺 雖然最後私家車司機成功將垃圾拉開 但該塊大型紙板一樣撲向後車 同樣令其他車輛受擾 片段引起網民熱議 大部份網民鬧爆話 好心但隨時做壞事 萬一對方扭一扭就撞車了 有網民說 最理想都是保持距離 慢車道路肩再處理阻擋物